前立委陈柏惟 11日陪同在中俄选区立委补选胜出的民进党林静怡 进行车队扫接泄票 却发生坠落吉普车的意外 对此陈柏惟在脸书报平安说 目前神志清醒 手脚能动 状况算稳定 林静怡傍晚在脸书表示 博委已经完成检查 没有太大问题 医师建议观察几天 会避免报复性罢免曾出不求 民进党立委郭国文拟据 公职人员选取罢免法修正草案 主张居于立委与地方行政首长的罢免案 因再加上罢免票数需高于被罢免者的得票数 预防未来再出现恶霸行为 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长刘士芳 今日受访表示 下会席会在利弊得失之间做出最好修法 中华民国外交部表示 会积极响应美国总统拜登 倡议的民主峰会 政府已提交62项具体承诺 期待与美国等全球民主伙伴 攜手合作 共同推动全球民主与人权 一栏拉面台湾台北本店 11日传出有确诊者足迹而紧急停业 北市卫生局表示 此为案17572活动时 已要求业者清香后静置24小时 并发送细胞简讯给予个案用30段重叠的150人 其他公共场域活动时 还包含曾搭乘捷运自北门站至永安市场站 到中山区一家居酒屋等处 新航亚开电视整理报道